中国二十四节气11月30号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十四节气使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实力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 二十四节气指导者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立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